欢迎回到悲凡大探索 台北有一家泰式鸳鸯锅 老板对经典的泰国味非常坚持 他说花了足足半年的时间 倒掉了上百锅的汤底 最后研发出市面上很少见的 东央共野奶鸡鸳鸯锅 浓郁的汤头充满香茅柠檬的香气 锅里头的泰国虾口感很鲜嫩 吃起来酸辣入味 另外吃法很特别的虾卵鱼浆 在柠檬香茅锅里头涮煮 煮出来味道鲜美檀芽 来到店里还可以体验捉虾小游戏 在品尝美食之余更增添乐趣 那个虾有些虾蛮凶的 所以你就稍微刺激它会跳起来 然后就被虾弄蛋觉得很好玩 手拿钓虾网活抓一只只泰国虾 客人池中抓虾心情惊喜交加 因为其实本来有安排要跟家人出国 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出国 然后其实蛮失望 可是来到这边就觉得 就这里充满异国风情 泰式火锅餐厅在疫情非常时期 让人沉浸异国风情 浪漫的氛围搭配美食好料 香醇麻辣的东应公盐乃吉鸳鸯锅 就是满足游子们的美味救赎 通常好像在台北看不到这种类似的火锅 正常我吃过的东应汤好像比较酸辣 可是他们的就要特别的温和 鲜香酸辣的鸳鸯锅 锅中涨红的泰国虾 浸泡在滚烫东应公热汤 香气醇厚又香辣 东应公的虾子是活虾 吃起来的话 就是不像可能外面的虾 会绵绵的感觉 所以就觉得刚刚吃起来 我们泰国虾的味道就是很有口感 很有嚼劲 鸳鸯锅的另一半盐奶鸡汤锅 香浓盐奶被大火烹煮的 释放浓郁奶香 简单涮煮这盘分量十足 让人欣喜的培根牛肉霸王级肉盘 光看就跃跃欲试 虽然它是培根 但是它吃起来不会整个口感很油腻 那跟盐奶搭起来的话 其实不会很冲突 奶香味会整个包覆在牛的里面 我觉得我还蛮难形容的 但真的很好吃 食客回味的泰式鸳鸯锅 味道独特 美味的背后 蕴含老板廉德怀研发的心情 东樱公是世界的三大名汤之一 先让客人品尝于我们的这个汤 先喝汤再下料 然后去喝它这个原味 因为这个口味当时在调的时候 这个中间过程 起码倒掉了大概一百锅以上 从事餐饮业二十年 做过饮料店 甜点店 有成功获利的 也有失败收场的 连德怀始终相信 只要努力终究有志者 事进成的道理 因为生意路上时常叠交受伤 经营火锅店之前 才因为开了泰式餐厅 不到一年就被房东毁约 赔光上百万元辛苦冤枉前 就血本无归 然后跟就是说 反正事情碰到就是要把它解决 因为本身就是喜爱火锅 然后也发现亚洲人 特别爱吃火锅 然后去做一个比较调整 就是说比较属于台湾的口味 于是和师傅研发 市面上鲜少听闻的 泰式鸳鸯锅料理 汤底还特别为台湾人设计 使用蔬果打底 基本上我们有用一些高丽菜 香菜 芹菜 苹果 所以我们必须让用蔬菜高汤 我们熬煮八个小时 让它的鲜甜味都先熬煮出来以后 那我们加入高汤 进入那个独自的酱 它才会带出它的鲜甜 跟它一些香味 有十多年厨艺经验的主厨王华裕 做过广东菜 泰国菜 跟着老大哥连德怀一起打拼 每样料理都坚持手做真功夫 火锅常见的鱼浆 没有师傅手拍 就吃不出美味的精髓 因为我们在摔打它的过程 我们其实主要是要让它 把里面的空气 让它里面不要有缝隙 都把它变成比较扎实 比较饱满 所以我们客人在用餐的过程 其实都会吃到比较Q弹 它也会比较扎实 以蔬菜汤为基底的绿咖喱 柠檬香茅鸳鸯锅 热情流露酸辣滋味 其中一半柠檬香茅锅 味道清新不时洋溢着香凝气味 蒜煮虾卵鱼浆味道十足鲜美 店员送上来之后 我还以为是平板 结果是鱼浆 因为我以为鱼浆是那种 可能一球一球的 就它送来是一个方形 然后店员的下法也很特别 它会帮我们切块之后 再淋热汤 那个鱼浆吃起来很有嚼劲 就是脆脆的 然后上面还有虾卵 就咬起来会有啵啵啵的感觉 让人嘖嘖称奇的平板鱼浆 吃法打破传统印象 是因为当初连德怀卖锅 受到生意冷清的刺激 鱼浆它本来是一球一球的 我们就把它改成整个平面的 客人看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觉得它非常新奇 藉由像这个脸书的方式 一直藉由一直推广 像病毒式的这样 一直渲滥下去 有感于客人喜爱尝鲜的心理 所以也把新鲜的泰国虾 包装成互动小游戏 做到物尽其用 我们本身有这个泰国虾 泰国火虾 然后就是用这个捞虾的小游戏 那他们如果捞到虾子呢 他们就可以拿到桌上去喷煮 做一个有趣的互动这样 连德怀创意点子多 让韬客有吃又有得玩 时刻口耳相传的美味新吃法 皇家花园肉盘 有nana腌牛肉 咖喱猪肉 巴达亚嫩鸡 一次品尝三种风味饗宴 那皇家花园的话 它那个鸡的吃法是 它上面会有一个蛋 然后打进去 那你在下锅的时候需要搅拌 因为鸡本身它的味道是比较 没有什么味道的 对然后它跟绿咖喱混合在一起的话 它算是帮鸡肉去调味 所以它也不用去沾太多的调味酱料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还不出 能成功收服陶客味蕾 是因为连德怀明白 火锅市场蓬勃竞争 假如没有领意标新 肯定无法脱颖而出 像是招牌东应公汤底 就是历经无数次失败 残验霸出的好滋味 就是在前面的七八十锅 老是调不出就是适合的口味 原本本来打算放弃 倒掉大概在一百多锅之后 最后调出现在的这个汤底 好味道在客人口耳间蔓延 现在生意渐入佳境 为了给客人好品质 用料也有所坚持 火锅有些时候会有些加工品 希望说它可以喝出我们原本 倒掉一百锅以上的这个汤底 可以享受我们当时那个 想要呈现的这个过程 认真踏实的连德怀 凭着实验精神 努力实干拼出好口碑 每一口泰式鸳鸯锅 有他对料理的坚持 还有最真情实意的美味 年节将近 牛年应景的伴手里也纷纷出龙 在桃园巴德有一间 牛嘎饼专卖店 招牌的牛嘎饼吃起来香浓 软Q不黏牙 另外一款同样受欢迎的 抹茶雪Q饼 吃起来甜中带咸 一送入口就算发出 自然的抹茶清香 这里的每一款商品 不仅口味独特 而且包装非常精致 店家说希望在新的一年 为客人们讨个好彩头 让大家2021年 都能够扭转乾坤 小小的一间店里 挤满了试吃的客人 每个人一口接一口 好吃到让人忍不住 多带好几包 台湾我要花生牛嘎饼两包 然后花生雪Q饼两包 然后招牌牛嘎饼两包 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 这边的牛嘎饼饼 重点是它不黏牙甜度得刚刚好 每次回来我都会买最新鲜 就要当伴手饼 然后带给我台北一些同事跟朋友 然后我就看到IG上 就是很多人在推进那个广告 就是说巴德 第一个伴手饼一定要来吃 然后我想说 就来试试看这样尝鲜 适合当伴手饼送人的牛嘎饼 吃起来特为香浓 是因为老板抽素人 从制作就很用心 全用的进口蔓越莓干 必须手工切碎 我们这里把那个蔓越莓 全部切成碎丁 这样碎丁状 为什么要这样切呢 就是 所以我们发现口感比较好 加工这一道手续之后 它整个切丁蔓越莓的味道 就融合在牛嘎饼里面 这样的手法能够充分展现 蔓越莓的所有优点 此外要再加上讲究的原料 牛腔乳圆的奶粉奶油的话 它们之后煮起来的味道 其实比较香 然后它整个奶香味 也比较纯一点 隔水加热搅拌 散发浓郁乳香 这个过程关乎口感的成败 我们有特地在做的时候 是用隔水加热的方式 主要也是怕温度火候的控制 其实这对牛嘎饼本身 最后产出的口感会有大的影响 然后会变成比较容易焦掉 然后牛嘎本身变得比较黄 然后口感吃起来比较硬 趁牛嘎热乎乎的时候 拌入手工切碎的蔓越莓 最靠手工粘身夹心饼干 一口咬下奶香四溢 内馅软Q也不黏牙 外层饼干咸香可口 混合着奶香口感 不时能嚼到蔓越莓 还透出酸甜的脂味 整体不甜也不腻 那口感非常的好 然后也不黏牙 然后又介于不会太黏牙 然后又口感非常OK 弹牙的之间 然后味道又很好吃 然后又一口接一口的 让人赞不绝口的 还有超人气花生牛嘎饼 我们现在产地都是来自于 台湾云林彰化那一带的 然后发现其实那一带之后 那一带的花生的口感 其实还蛮不错 然后整个颗粒还有外观形状 都比较漂亮 不止如此 为了达到最佳口感 更不惜成本拉高花生比例 其实基本上整个花生里面 占七八成 对 就是比较高的比例 其实这也是慢慢拉上去 然后之后发现 哇 那个花生的味道香气 整个全部都散出来 光烤花生仁还不够香 还要再拌入骨糖花生粉 让双重的花生香气 完整包覆于牛嘎之中 最后包夹鲜香的饼干 才能成为花生牛嘎饼 花生坚果香气越嚼越香 和微咸的饼干最是大秤 或在嘴里任人吃到停不下来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 它不黏牙的部分 而且它的每一种口味 你都会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像那个花生 那个香气会直接 有一股从后面起来 就跟外面比较不一样 其实我是可以从食材感觉到老板 对于他产品的用心 它就是有那种花生的香味 然后又颗粒又很 你可以有嚼劲 然后可以吃得到花生的味道 饱满的嚼干 还有抹茶水QB 选用的抹茶粉也很有来历 是用金刚抹茶 金刚抹茶虽然成本还蛮贵的 比其他粉贵的大概三到五倍 但是之后用起来发现它的口感 它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